嗚呼嗚 嗨 什麼 好 大家好 這是 我現在沒有想上廁所了 好 好 我今天要講一個比較膽情的題目 就是迷惘跟掙扎帶我走向遠方 然後 我不是因為成功被找來這裡 但是 而且就你也要說我是正在路上的人 我覺得這就要都很勉強 但我覺得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怎麼從迷惘 然後為了脫離迷惘而倔強 可是因為沒有認真面對自己的心 所以又再出現那麼迷惘 一直到我覺得自己很脆弱 還有跟自己慢慢和好的過程 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那第一個是我是一個重考生 就是三年前的時候 我有考上一所在南部的大學 然後就跟所有剛山上大學的人一樣 其實我也是很高興自己可以在那個環境 然後我很高興自己到了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每天我都覺得哇好新鮮好新鮮好新鮮 然後記得那時候系上其實有一個啦啦隊活動 然後我就加入了我們系上的啦啦隊 然後我不是那個飛起來的 我是在下面扛人的 然後就是啦啦隊那時候 其實就是馬上跟系上的感情就變得很好很好 然後在比賽前的兩個禮拜 我記得我們幾乎都會每天練到兩點 但是就是那種豐富度擠滿了我的生活 讓我沒有時間去思考 然後就之後啦隊比賽結束 後來有一天我就回到宿舍 然後我就坐在桌子前面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我就開始哭 開始哭開始哭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哭 然後我就開始問自己說 就是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然後我就只有這樣子嗎 就是那個空洞襲來就讓我一直從進去思考 我現在的生活型態是不是我喜歡的 然後當初升上大學的那種想要改變世界的心還在嗎 但是就是不在了 然後我就開始掙扎開始掙扎 然後那時候我問了自己一句話是 如果老天再給我自己一次重來的機會 我會願意有勇氣重新來過嗎 那我答案是那時候我告訴自己 我沒有勇氣 我真的不敢 就是 可是後來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開始就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走在校園裡面 晚上的時候 然後就一個人一直走 一直走 然後那時候就走到哭 因為我開始跟自己對話 然後開始跟自己掙扎 就是我跟自己吵架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勇氣做出離開改變 但是我又不滿意我現在的樣子是這樣子 然後再一點就讓我沒有辦法走 原因是 就我跟系上的朋友就感情真的很好了 那時候我沒有辦法放下 我現在有了一切就轉身離開 然後再來是 其實我很怨恨自己 當時是沒有能力去改變那整個環境的 因為一個大學的環境其實很重要 每個大學有自己屬於他不同的校風 剛好我在那所大學的校風 都是比較偏 比較偏緩慢 就大家都覺得 悠閒過生活就好 可是那其實並不符合 當時18歲的我的個性 跟我自己現在的個性 然後我就一直自我對話 然後真的很掙扎很掙扎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做出任何的選擇 可是 唉唷 跳太快了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點是 我就有跟我身旁的同學講 然後我適合跟我講說 不管做怎樣的決定 我還是支持你 我覺得有夢想就要去追 然後我爸媽也跟我們講說 不管做什麼樣的決定 你永遠都是我的女兒 然後就是因為 我再自了兩句話讓我覺得 我好像可以有那個勇氣重新來過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試試看 然後真的是花了整整一個多月 到兩個多月的掙扎 然後用那些淚水 後來我就真的休學重考回到桃園 然後我是桃園人 然後重考了 就是重考的過程中 讓我後來 後來我考到台大 但是 這是我第一個迷惘 但是其實我發現 我脫離這個迷惘的方式 就是趕快做決定 跟跳到下一個地方 但是我並沒有 重新去問我自己心裡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就進到了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考到了台灣大學 可是 考到台灣大學 我發現的是 我心裡始終有一個柔軟的地方 我渴望著能改變一些什麼 就是那個渴望改變一些什麼事情的心 其實還在我心中 但是考到台大那時候 其實我並不知道 我想要對哪一些議題有所改變 可是我真的很 希望我在社會看到的不公平不正義 是可以變得更好的 就是我相信這個社會可以變得更好 於是我就加入了 就是那領培的社會創情社 耶 就是 好大家想要知道社會創情社 就是在做什麼可以來問我 就是加入社會創情社之後 就是我大意有廣泛的接觸 各個領域的社會問題 然後我發現 就是我最有感興趣的還是教育 就是我還是相信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 跟教育的本質是幫助一個人找到自己的天賦 然後在社會創情社下學期 其實我有做一個關於教育的專案 可是做專案的這個階段 其實讓我又陷入了下一個迷惘 因為做專案我開始跟不同的人去接觸 可是就是我的專案成員裡面 有一些年紀比較長的同學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是 事情 就效益最大化 比人做什麼還要重要 比如說 我會覺得如果今天做一件事 10個人我可以影響一個人 我還是要去做 但是我的成員可能會覺得 10個人只能幫助一個人 那這個效益也太小了吧 那不如我們不要做 可是 就是這就很違反我當時候的價值觀 而且 我就沒有辦法去 我就沒有辦法去調適這個心情 我也沒有辦法去說服我的成員 相信我的價值觀 而且 就是當時候大一的我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一點商業的概念 可是我們想要把我們的專案 其實推上可以影韻的模式 可是 當時候我就是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然後 我的整個想法也太過天真了 所以我大一的時候 就面臨一個價值觀的混淆 而且 當時我也遇過非常多的社會人士 回來告訴我說 你大一這麼年輕 然後你完全沒有任何的經驗 你也不懂 整個商業模式要怎麼運作 那你怎麼好好做好一件事情 然後 當時候 就是 專案就是失敗的 就是失敗是因為 我對我 剛剛說的那些不了解 還有我沒有辦法帶我的成員一起成長 因為當時我真的太沒有能力了 然後 就是這個失敗讓我再一次陷入的迷惘 但我甚至對教育完全就是 對教育的熱情也慢慢低落 因為我覺得 我做了這麼多 但是我沒有辦法改變任何的事情 然後 我就整個陷入了一個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的狀態 然後 這個狀態就一直持續到大二上 大二上一整年 我都還是在迷惘 而且 我就完全不想碰教育 甚至 我在台下修的教育學程 我也覺得教育學程很煩 就是 就是 開始我對教育的熱情 真的是完全消滅 然後因為 我原本勵志 我就是要做教育這一塊 但是消滅之後 我就開始迷惘 我就找不到 自己的方向 然後 後來我花了很長很長一段的時間 在跟自己對話 然後 我做了 我做的方法就是 我大概現在修了最少的課 就是我修了很少的學分 然後 我只選擇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再也沒有把時間留給那些 我不想要處理的事情 那 這麼多 就是 後來我留給時間很多自己 我就發現 其實有時候是需要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才有辦法知道 這一路走來 自己得到了什麼 就是我才慢慢從 迷惘的過程中去檢視那些 我遇到的所有東西 是為了什麼 然後 我才慢慢的能去理解那些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還有 最重要的一個轉折是 就是 我開始學會自己的 承認自己的脆弱 就我開始去承認其實自己 真的還有很多的不足 就是不管是 就是我真的沒有很懂很多商業模式的概念 我也很不會帶的 我沒有領導力 甚至 我也沒有很厲害的溝通力 然後 我開始去證視就是 在我身上台大的標籤真的不是什麼 我還是一個很弱的人 我沒有辦法 靠我現在的能力去改變這個世界 或者是改變更多的事情 因為我連自己都改變不了 好 然後 我就慢慢的去嘗試 要怎麼去接 接受這樣的脆弱的自己 就是去理解 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比別人更厲害 然後 可是也是因為 承認自己的脆弱 讓我可以慢慢的去正視自己 跟自己和好 然後 就是到今天的演講的最後 我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曾經迷惘 或者是 正在迷惘的話 也許可以嘗試 就是 停頓一下時間 去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 自己的經歷 那些是為什麼 就是從每個經歷之中 得到了什麼 然後或者 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 有點對自己有點沒有自信 或小自備的話 也可以學著把生活上的每一件小事做好 因為每一件小事做好 其實 所以在從這個過程中 慢慢的去培養自己的自信心 最後是 就是 也要去學會接受那個脆弱的自己 然後慢慢跟自己和好 因為我相信 當你承認自己的脆弱的時候 就可以把自己帶向更遠的地方 謝謝大家 抓得很剛好 四、四、三、五 那時候 我們前面之前有測試過 然後其他講的 還